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 各位嘉宾 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欢迎历临 2017年马来西亚冰城 悬疑宗述大型现场解答会 心灵法门令佛法之光变照十方 观世音菩萨道价慈行 妙法度众 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千万华人的心灵导师 卢君洪台长 二十年如一日 弘法立生 以佛法智慧 为众生指引离苦妙法 使白化佛法 深入大众普及社会 令一千万佛友 启迪心灵重获新生 短短几年内 卢台长昼夜奔波 在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举办数百场红法演讲 真正实现佛法人间化 令众生 慈悲向善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卢台长 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弘扬佛法 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 获得颁发 英联邦 民族社区 特别贡献奖 意大利九副盛名的西安纳大学 任命卢台长为荣誉客座教授 卢台长还被澳大利亚政府授予太平绅士 获得马来西亚皇室赐封 拿督终身荣誉爵位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 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 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 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多次在联合国总部 出席联合国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使佛法与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今日我们有缘汇聚在马来西亚 共募佛光改变命运 是我们与观世音菩萨 累世因缘与福德所致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成全书生因缘 感恩卢君洪台长 慈悲成愿 普度有缘 也特别感恩来自马来西亚 以及世界各国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今天我们法会的程序安排如下 首先我们将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 接着卢台长将会为我们慈悲开始 接下来还有一位同修与我们分享 他的学佛心得体会 最后 卢台长将会为我们现场看图腾解答问题 请大家事先准备好各自的问题 当抽到您的号码时 请到台前准备 恭请卢台长看图腾的时候 如果您询问的是在世的人 请您告知卢台长 他的生肖以及出生年份 如果您询问的是过世的亡人 则需要告知卢台长 亡人的姓名 以及准确的写法 首先 让我们欢迎来自山东的江洪同修 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令母亲三十多年的抑郁症不要而育 全家学佛红法 法喜充满 让我们掌声欢迎 法喜充满修行路 法喜法乐每一天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南无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恩师 卢君洪台长 祈求观世音菩萨 慈悲垂怜 让听到我今天分享的 有缘众生 都能够听闻赠法 共真法义 共募佛光 离苦得乐 我家祖辈信佛 修学心灵法门三年的时间 对我全家来说 是脱胎换骨的三年 现在祖孙三代九口人 都在修学心灵法门 弟子今天分享过程当中 如辱不如礼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 和龙天护法菩萨 慈悲原谅 一 三大法宝 让患三十多年 抑郁中的母亲 从了师父的粉丝 母亲孙玉兰 今年七十四岁 以前做梦就梦到飞 无目的地飞了七十多年 大家现在看到的她是 修学心灵法门后的面相 法喜充满 满面红光 你们可知道 学佛之前 我母亲是一位 抑郁中患者 因为无名 被灵性所控制 长达三十多年 度日如年 过去我母亲无法久站 她老感觉腿上的筋 短了一块 痛得厉害 学佛才知道 是身上有打胎的孩子所致 念小房子超度后 菩萨托梦给我母亲 孩子被一个佛友给带走了 现在的她 简步如飞啊 母亲以前记忆力很差 你可以用人老了 记忆力简退来解释 而现在的她电话号干嘛 看三遍就背过 礼佛大忏悔文很快就背过 念经后发生了逆时针的回转 她的记忆力变得超强 母亲快40岁时突然变得好发脾气 到了晚上就失眠 大家都以为她是公年期综合症 父亲在53岁关节去世 她承受不了这个打击 彻底崩溃 母亲提出去精神病医院打针 治疗后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必须依赖于药物 接触心灵法门 短短十几分钟 她就果断拍板 学习 我母亲坚持用师父教书的三大法宝 许愿 念经 放生 来修行 第一她发愿吃全素 母亲坚持去放生 不仅自己放 还给师父放 修学心灵法门以来 我们家九尾的校生回来了 满师兄给母亲半年时 母亲提到她 三十多年前 无意争打死一条小蛇 满师兄家里的女儿 原来就有九年的精神病史 学习心灵法门三个月就痊愈 满师兄告诉我说 要针对这个杀生念经 人的起心动念 灵界忌讳就会有反应 当晚母亲睡觉时 枕头底下就发出吱吱的声音 母亲的潜意识告诉她 那是蛇在叫 母亲把枕头反过来再睡 叫声又来了 母亲合掌祈求观世音菩萨 让蛇不要再叫了 她忏悔以前无知杀生 让蛇受罪 她要念经给蛇 说完后叫声就消失了 但是从此以后 隔三差五 蛇的叫声就随时起来 提醒我母亲 快点念经 灵性都想解脱啊 欠债要还 种下这个音 就要尝受这个国报 母亲第一波108张小房子送下去后 小蛇继续来报道 她又拿出两场法会的功德 来专门削自己杀生的孽障 功德消业障 太快了 当念到280张的时候 菩萨托梦给她了 梦中一条很粗的蛇 趴在母亲的胳膊上 从母亲的头顶溜走了 或许本来需要上千张小房子 但是因为参加法会的功德 消业障了 就只需要几百张就够了 一场法会的功德 大到足足可以消掉一个癌症啊 你只要参加法会 护持法会 就会有功德 杀生的业障太大了 今天大厂还没有发愿吃素的人 抓紧发愿吃素吧 不要再为了紧紧过一下 三寸喉咙之隐 再杀生了 无知无明会害死你自己 一切动物都是有穷众生啊 不杀生 吃全素 就是找回我们的本性 找回我们的慈悲心啊 母亲 你是师父的弟子 母亲见到师父 想到师父 就想笑 那是无比的法喜和法乐 用师父的话 就是开心的来 母亲 母亲已经参加十二场法会了 只要菩萨允许 她就想跟着师父 满世界的跑 现在有了师父 七十多岁的她 竟然从了空中飞人 就像师父开心的对她开玩笑说 老妈妈 你是我的粉丝了 我母亲对师父说的话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 师父 二 三大法宝 画家外甥女 十九岁 关节 2015年春天 在澳洲读书的外甥女 突然抑郁了 这一年她十九岁 她的体重从一百二十斤 急剧下降到八十多斤 病患了强迫症 她的汗毛变得又黑 又粗 又长 更可怕的是一个花季少女 立架没有了 头发开始一把一把的脱落 头皮都露出来了 她的内分泌严重稳乱 咨询了中医 西医大夫 说她必须吃 肌肆类的药物 在香港大法会 我给全家剁了 劝导声闻 同修们 在大法会 做劝导声闻 太灵验了 劝导声闻几天后 我的两个妹妹 很快就念经了 七月初 我孩子和外甥女 从澳洲回国 就开始念经 在外甥女给菩萨磕头 忏悔时 孩子哭着说 我和菩萨接上气场了 真的有菩萨在啊 三大法宝 真实不虚 灵验无比 被再次验证 两个半月后 从阿德莱德 传来喜讯 外甥女身上的立架 在没有吃任何药物的情况下 又回来了 她的体重 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 又恢复到一百二十多斤 头发又长出了新发 学佛三个月后的踏实 法系充满 满面红光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 不仅救了孩子 也救了我们全家 愿更多的有缘人 走进这个样 我们每个人都好 让我们每个家都好 让我们的社会好 让我们的国家好 让我们的世界好 那心灵反眉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 马来西亚的 许玉珠同修 与我们分享 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二十七年的乳房恶性肿瘤 神奇消失 家宅平安 诸事顺意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莫和沙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如今洪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诸位佛菩萨 和隆天父法 我是徐一珠 来自太平 今天我想跟大家 分享我学习心灵法门的 心得体会和法喜 一 我乳房肿瘤神奇消失 在二十七年前 我看到我的邻居 被查出乳房有肿瘤 检查结果是恶性肿瘤 我就自我行检查我的乳房 竟然发现我的左边乳房 也有硬块 晴天霹雳 如果良性肿瘤 是小手术 恶性的话就变成了大手术 整个乳房要被切除的 面对着忽然而来的灾难 我感到极度的惊慌和 恐惧 但当我能静以乘坐下来时 我做了两个决定 一 我要隐瞒家人 不让任何人知道这回事 二 医生的报告指出 我的确有小母子 有小母子那么大的肿瘤 但我不让医生做任何手术 我坚定不做手术 我情愿与流共存 我要尽力保鲁 我用真面 意念不停的告诉自己 我会没事的 我会没事的 在我迷茫无助的惊慌中 2014年8月 太平共修会成立不久 朋友告诉我 心理法门真的很灵 只要好好修 什么病都能治得好 我在面子书 接触心理法门后 开始来共修会 写炼经了 心理法门和台长师傅 让我看到了光明 看到了希望 其实这就是我 梦寐以求的法门 其实在学习开始阶段 我不是针对我的肿瘤来学习 来写心理法门的 直到写了四个月 才听到师姐告诉我 心理法门 真的是很灵 可以针对我们身体四个月 的病痛 来祈求菩萨帮助消除业障 和念小房子 消灾除病的 于是我向菩萨 许愿一个月吃素28天 和请修三大法宝 许愿炼经和放生 接下来奇迹真的出现了 我竟发现我的肿瘤不见了 摸也摸不到了 麻麻的感觉也水质消失了 今后经医生的检验 医生也摸不到肿瘤了 大喜 我知道是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显灵了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显灵 帮助我度过了一绝 我的梦想成真了 掌握好 念经 许愿 放生 三大法宝 真的可以有奇迹 发生的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管大灵感 观世菩萨 莫和沙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卢津洪台长师父 我已是向菩萨 许愿 终生浅述了 而摆带意味消失 不可健健康康了 我原本有被有意味的摆带 困扰了 有两年了 每天得频密患苦 这是身体在发出警告 意识着某些妇科疾病的发生 坚持修行心灵法门 每次要 每看医生 我这妇科疾病 日行全域 每天都感觉清爽了 我还要 分享 礼佛大灿悲文 几个月后的神奇感应 念礼佛大灿悲文之后 我祈求大慈大悲 关心菩萨保佑我 帮助我 参会与消除妇科部位的业障 结果 一块五脚全大的黑色斜块 自行排除体外 我知道我妇科的业障 基本已消除 也就是晚年这个部位 不大会出问题了 感恩菩萨 三小房子超度了房子的要紧着 我住的房子是十年的双层排屋 在六年前就有位阴阳员的朋友 在晚上看见有个女人在我家婆的房间 还听到笑声 但我全家人没有感应到异样 在我开始念小房子后 我的厨房开始有怪声了 厨房的灯我们关了 灯自动又开 我们在关上 灯自动又开 家婆房间的房门在五风的情况下 大大力的被关上拍上 海半夜来敲我的房间门一次呢 我明白是什么回事了 有房子的要紧着啊 真的害怕起来 我可不容此 许愿祈求菩萨转告 马上烧送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紧着 一段时间家里安静了 后来为了感念小房子给自己 家婆和打胎的孩子 给房子的小房子怠慢了 我那没练军的孩子 梦到有人对他说 这间屋子是我的 台场该是说 这样的梦境是严重的警告我 快马加鞭继续烧送 如今相安无事了 我也练了56张小房子 梦到我打胎的孩子被超度到三处了 感恩菩萨 小房子在灵界相当于金钱和能量 小房子用经文组合 来求观世菩萨超度灵性 所以小房子 所以小房子超度是很灵验的法宝 灵性 我们的温情在灵性 我们的温情在主 拿到了小房子可以得到超霸 我们还了债 温情在主就不会再纠缠我们 让我们生病痛苦不顺利 我真正感受到小房子的能量 真正感受到心理法门的伟大 使我更加坚定学习佛法的信心 我今天的分享 如有不如与不如法的地方 请诸佛菩萨和父佛菩萨原谅 再次感恩南摩大慈大悲观世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如台掌 感恩大家聆听我的分享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的郑良金同修 与我们分享 曾经身患癌症的郑同修 如今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心想事成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祝福救难广大灵感观世菩萨 感恩诸佛菩萨及隆天护华 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如君弘台掌 感恩法师们 义工们 佛游们 非常感恩有机会在这个十圣的华会上 让我能够跟大家分享我修复三年来的感悟 修学清明火门三年以来 总会碰到有人问起一个相同的问题 你为什么修复 你为什么每天不休息拼命念经 苦不苦累不累呀 每一期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 我修复因为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想让自己身体好 想让自己和家人平安健康 事业生理 想让周围的人大家都好 我念经因为我开心快乐 师父住在华旗出门 这次真是不需 实实在在 华族内生的回答 因为修复念经后给我带来的益处 是看得见摸得到的 对我和家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这要从我1998年的矮战说起 这一年内对我来说打击是巨大的 对我的家庭更是犹如世界末律一般 但是菩萨妈妈只悲我 让我接触了福法 了解到自己罪孽深重 才会得起果报 我开始使用七传数 但是还不太会念经 那时候还没有接触到心灵阀门 只是在补杀的庇佑下 和自己用力的支撑下 让我熬过了一年又一年 但是身体一直 还是非常虚弱 甚至无法躺下露睡 每天只能坐坐睡觉 这样的经历对一个本来就身体虚弱的人来说 无疑是烁上加霜 有道是否不担心 我儿子的事业也是曲曲折折 我也因为家中开洗衣店而背负了沉重债务 又要缓债 生意又不景气 加上我身体不好 有心求武力帮助照顾家中的生意 我们老两口的立即过得紧紧巴巴 有时候会被缓缓的压力压得传不过气来 也正是我在疲惫不堪 甚至感觉美丽过着灰色暗淡的生活 度路年龄的时候 我有幸接触到了心灵缓门 看着图腾饰品中那么多富有 从各种病痛 已难加症 甚至着症中得到康护 那么多的富有走出生活困境 我从事的信心 感觉找到了希望 心灵缓门三大华宝 念经非常重要 我开始三年卢一律 每天一起穿就开始念经 做家务也念经 出门买东西也念经 不看电视不可能闲聊 抓紧纷纷描描 除了念经就是念经 就连晚上睡觉睡得迷迷糊糊 好像有时候都还在念经 修了心灵缓门后 家中也请了观世音补杀的宝像供奉 并且在自己的洗衣店放了台奖的双城灯 书记和法会视频 我希望更多的有缘人 能够在弥漫无助中找到希望 就像我一样 学乎念经 这三年多的坚持 让我的身体明显豪转 我现在可以躺着露睡 一觉睡到天亮 心情好很多 好多事情也看开很多 性格也有改变 我身上的变化 家人有目共睹 家人又来又支持我修复念经 也积极支持让我去参加各地的法会 儿子的工作事业也在利益豪转 儿子不但可以照顾自己的小家庭 还能帮助我返贷款 这样我的压力减轻很多 我们老两口的力气也好过很多 随着我年龄大了 洗衣店的生意也顾不过来的 我决定把洗衣店处理掉 用我这后半生 好好地报答关心补杀 和台长的恩情 好好修复念经 修信修行 好好去观音堂做义工 做一些事实给来观音堂念经的忽悠师兄们 在处理洗衣店的时候 也遇到了一些麻烦 朱厥也看旧要到期 但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买主 这就意味着猪肉到期后 我们要把房子归房房东 洗衣机等各类家务 只能当垃圾扔掉 我正在为止有些发愁的时候 关心补杀妈妈又一次纸杯了我 一个买主意想不到 突然就出现了 并且开出一个 让我们老两口都很满意的价格 让我和我的家人主深深感恩 关心补杀妈妈的直辈 恕无俱事 有求必应 这就是我修复三年以来的经历 和一点感悟 关心补杀妈妈真是不虚 心灵缓门理念 肆虐素不胜素真是不虚 我自己修复念经后种种佛意 真是不虚 再去经历台奖节目 录音中的关心补杀的开示 与大家共义共勉 发发性适成郑主 乃至无散正等郑主的福祉 为是必定弥补人间属实 保平安基祥 化清古恩用 为是早收悦将 内心光明无量 大放光明 再次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关心菩萨 感恩祝福菩萨 及隆天护法 感恩无我利他的恩赐 卢君红台奖 感恩智慧华师 无我利他平和乎 云公 感恩大家 叫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霹雷太平的城宝珠同修 与我们分享 遭遇严重车祸 全家安然无恙 菩萨创造奇迹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卢君洪台长 感恩诸位佛菩萨 我是来自霹雳太平的 陈宝珠同修 在此要和大家分享菩萨 对我和家人的关爱和保佑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让我感受到心灵法门救度众生 真实不虚 感恩菩萨 今天的分享如有不如理如法的地方 请关心菩萨原谅 请南无隆天护法菩萨原谅 真正让我接触心灵法门的机缘 是在2014年10月份 跟随卢台长随佛念经有两年多了 我真切感受到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的灵验 念经可以保护我们和家人 在这末法时期 灾化年年 生命无常 谁都不知道下一分钟将会发生什么事 唯有透过随佛念经 方能躲过百灾避万难 多做功德 才能避应家人 依靠佛力 才能大事或小 小事或无 2016年12月9日 傍晚6点半左右 我先生和老同学们 纷纷驱车 出席在角头举办的同学聚会 大家已经毕业了许多年 很多同学们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当天我先生的同学和他太太 驾车来载我先生和我儿子 四人供车一起去角头 同学会地点 路途经过种稻田的乡村 路横载 路两旁都是绿油油的稻田 在途中 为了闪避不要撞上 突然在前面刹车的车子 我先生同学猛地踩下刹车 并且门转方向盘 车子嗜气控制 只听一声巨响 轿车失控坠落路旁水沟 四人也被困在车里水里 如照片所示 轿车速轮朝天翻岔进水沟 大半个车身砸进水里 动弹不得 有目共睹 轿车的损贵程度严重 车身凹陷 车子完全报废 车敌溃了 更惊心动魄的 车头正对着 正在放着水的水坝 水流团急 该水坝正放水流入稻田区的河流 为灌溉稻田提供水源 照片一 我家人乘坐的车车 四轮朝天翻岔进水沟 大半个车身砸进水里 动弹不得 照片二 车头正对着 正在放着水的水坝 水流团急 照片三 轿车的损贵程度严重 车身凹陷 车子完全报废 车敌溃了 照片四 轿车都严重损贵 然而车上四人并无大碍 感恩菩萨保佑 在他们四人被困在一片 七黑伸手不见五指的水里时 我儿子以为他再也看不到 明天的太阳了 心里又怕又紧张 三个车门与反手 索性我儿子旁的车门可以打开 司机从该门爬出去 再把我儿子和其他人拉出来 同学太太最后一位出来 壁纸进水 也喝了满肚子污水 一上岸就狂度不停 四人身上脏兮兮的 都是水草 但是浑黑一片 在能见度几乎为灵的水底出来 庆幸的是他们都阿然无恙 轿车都严重损贵 然而车上四人并无大碍 我儿子一回到家 第一时间跪在佛台前 感恩菩萨救命之恩 接着喝大杯水 定精安神 冲洗干净换衣服后 大伙儿又一起去吃晚餐了 是观星菩萨救了他们的四条人命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星菩萨 念经真的可以保护我们和家人的 车里世人 只有我儿子一人有念经的 只要车里一人有念经 寻生救苦救难的菩萨 都会将佛光化为好的气场 君宏师父 不敢想象我先生 儿子在这种严重夺命车祸 会变成什么样子 车里的人能活着 已不容易了 无人受伤更是奇迹 看到现场情况后的人都敢看 你们真的是很幸运啊 只有我心里最清楚 是观星菩萨救了我的一家 让他们大难不死 让我能用这个亲身经历 弘扬佛法 现身说法 去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让更多人相信 真的是有菩萨在的 经过这次车祸 我们深信不疑 真是菩萨保佑啊 是菩萨创造了奇迹 心灵法门 修心灵法门一年多后 我那33年刻苦铭心的通经 就已经不要而异了 心灵法门再创 医随奇迹和突破 让我免用药免手术 根治了我的子宫内磨异胃症 台长师父开示说 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灾难 越来越多 如果我们大家 一起好好修心念经 好好求菩萨的话 可能这些灾难 就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了 你们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佛 修心念经 这真的是法宝啊 当一个人在痛苦时 还不懂得好好修心念经的话 实际上这个人 很容易成为一个非人 在末法时期 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感恩师父慈悲 开示救度众生 鼎礼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观性菩萨 保佑我先生儿子 保全我们一家人 我一定会带着儿子好好修 帮助更多 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救度更多的有缘人 命运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随佛命运就从今天开始 再次感恩大慈大悲观性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如君洪台长 感恩今生得意 心灵法门 恭祝卢君洪台长 法体安康 常驻在世 普度众生 广度有缘 感恩大家听我的分享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 马来西亚的 蔡秀卿同修 与我们分享 曾经不孝任性 在世俗中 迷失自己的蔡同修 通过心灵法门 幻然蒙醒 如今 家庭幸福 找到回家的路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赫萨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诸位佛菩萨 以及龙天护法 感恩大慈大悲 恩师慈父 如君洪台长 感恩在座的诸位法师 和师兄们 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 我叫蔡秀卿 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 从小在祖母和父母的 溺爱中长大 患有公主病 活到18岁 都从未做过家务 生活衣食无忧 车借车送 娇生惯养 过着饭来张口 舒适生活 更不懂得 如何孝顺父母长辈 遇到不顺我意的事情 就发小姐脾气 还喜欢跟长辈顶嘴 19岁那年 因向往自由生活 我离开了家乡 独自去了吉隆坡升学 在没有父母的监督下 我就像拖了绳的猴子般 每天除了上课 就沉迷于恋爱 谈恋爱 以前 我的爱情大过天 离开了家乡的我 对从小到大 照顾我 爱护我的祖母和父母 一点眷顾都没有 虽然吉隆坡离我家乡 只有三小时的路程 我一年才会去 贪望他们两三次 我真是个不孝女 城市生活多姿多彩 我学会了抽烟 喝酒 沉迷于盈语中 生活颠倒 大学毕业后 出来社会工作 整天心不在焉 只想着男女恋爱之事 也就因为我对爱情的执着 使我被爱情弄得伤痕累累 频频遇到 骗钱骗情的男人 心灵的创伤 刻苦铭心 婚后我没有收心养性 我只会抱怨 继续任性 犯邪淫 堕胎 和一般朋友 时常喝酒喝到三更半夜 甚至有时候凌晨才回家 以前总是喜欢动不动 就发脾气 一次又一次的用语言 和任性的行为来伤害我丈夫 我丈夫一直默默承受着 对我百般忍耐 幸运的是 在我和我丈夫之间的感情 业障还未爆发前 我遇到了心灵法门 我修心灵法门之后的改变 换来了一个美满家庭 丈夫也因此毫无反对 我修心灵法门 我的父母亲看到了我的改变 也感到了十分安危 感恩观世音菩萨 他们任性 不孝的孩子 终于长大了 不再和他们顶嘴了 在此我向观世音菩萨 我父母和丈夫 诚心忏悔 以前所做错的一切 从小对自己命运 抱着好奇心的我 喜欢到处问神算命 听到朋友说 哪里有师父精通算命改运 就不顾一切 去求问神灵 尚得山多 终于虎 我遇到了精通邪俗的通灵人 除了要以金钱供养他 同时也时常和一般信众 陪同他花天酒地 出国转运 每个星期都要去到场 得到这通灵人的加持 不然就会浑身不舒服 烦躁 过了不久 我心里开始挣扎 质疑自己的过分迷信 心里想离开此地 却无法抽离 就在那时 在一个机遇下 也同样在这道场 我遇到了一位师兄 他介绍了心灵法门给我 还记得 那时度我的师兄告诉我 念大悲咒可以增强功力 念心经可以开智慧 念准提咒可以心想事成 我心里面的反应是 我要功力 我要开智慧 更要心想事成 我是一事一事和贪乱的心 就开始每天念基本功课 念了大约一个星期 全部功课里的经文 已朗朗上口 过了不久 连礼佛大忏悔文都会背了 真是神奇不可思议 心里兴奋了 我开始每天上网 看师父的法会视频 听师父的图腾广播 看白话佛法 仿佛一下打开了心扉 这就是我的寄托 就是我心灵的归属 心里感觉到 从未有的瓶颈 心里仿佛得到了解脱 对心灵法门 有着相逢恨晚的感觉 同时就在我不知如何抽离 此邪术之地 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 在梦中对我说 放下过去的一切 不要回头 接着第二天 我又梦到 我在梦里被一群 被一群很凶猛的人攻击 可是有八位穿西装和高大的人 围着我 保护着我 我知道 这一定是菩萨妈妈显灵 要帮助我离开此地 过后我不顾一切 下定决心离开 可是离开后 生活不顺 心里好像被控制住的害怕 烦躁不安 整个人好像得了忧郁症似的 甚至试过连续十个晚上 每晚在梦里被灵性侵犯和攻击 恶梦连连 有如深处绝境 无路可走 我当时 唯有去观世音菩萨保护我 帮我化解冤解 坚持不停地念功课 念小房子 续愿放生 终于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帮助了我度过了这一节 我吸取了这次恐怖和暗贵的教训后 从此一门精进地修心灵法门 现在我的家庭美满 和丈夫相病如宾 相敬如宾 生活过得充实幸福 每一天都活在感人之中 我曾经做过那么多的措施 造了那么多业 曾经是一个坏孩子 一个不孝女 从来都没想过 有一天我会改变自己 如今有幸闻到佛法 得以脱胎换骨 以前无肉不欢的我 修心灵法门不到一年 就许愿施全数 我现在所有的一切 全都是观世音菩萨妈妈 慈悲保育我 给我的 感恩菩萨慈悲救度了我这个迷惑颠倒的孩子 如果不是观世音菩萨眷顾 恐怕我还在不停的造业 我发愿我这一生都要精进修行 报佛恩 我要去帮助跟我以前 一样与此任性 执着与感情的人 真诚希望我的分享 可以警戒和帮助 还在叛逆 还在任性的朋友们 希望那些迷失的心灵 可以像我一着 像我一样 找到回家的路 在座各位 如果你还在 到处寻找神灵 到处算命改运 不如把握和珍惜今天的观世音菩萨的缘分 节远经书 开始念经 给自己一个机会 以自己的努力和菩萨的加持 改变你的人生 弟子我 蔡秀卿 发愿 今生今世 跟随着观世音菩萨 精进学佛 永不停息 永不退转 今生今世 跟随师父 卢君洪台长 做观世音菩萨的 全手牵眼 广度有缘众生 让我们一起 精进努力 积功累得 共攀世神 同登极乐 再一次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合沙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诸位佛菩萨 以及龙天护法 感恩大慈大悲 恩师慈父 卢君洪台长 感恩在座的诸位法师们 和师兄们 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 义工们和佛友们